就在26号呢 花莲一名卖场的店员 在卖场里发现一名男子行为相当的诡异 一直尾随在一名女子的后头 他一把抓住他呢 从他手机上发现男子偷拍 女子的裙底风光画面 立刻报警处理 让警方讶异的事 证明偷拍色狼 竟然是花莲空军基地的国军底修 你为什么要拍他 用丝巾包裹上衣 头戴安全帽 就怕被人认出身份 我觉得你到场的时候 该男子 也坦诚 因为记得好奇心 来去偷拍他的那个裙底 好奇心的背后 竟然是和同袍打赌 身为花莲空军基地401连队中视的他 放假竟然和同袍打赌 看谁敢偷拍裙底风光 结果被呛 你胆小不敢 为了证明自己真的很有胆识 26号竟然跑到卖场 偷拍女子裙底风光 我就直接走过去 因为他是有背背包 我就直接抓着他背包 然后先把他回去抢下来 抢下手机并且报警 警方在事关手机内 发现被害人被偷拍的八分钟影片 身为保家卫国的国军弟兄 竟然偷拍女子 也难怪被逮时还得拉下脸 向人借撕巾 就怕被军中长官认出自己的离谱行为 记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